大家好, 又是我何仙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法去街市买菜的时候 也有一个趁低级的想法呢? 我就不会炒股, 但是买菜的时候 有时候都会趁低级的 为什么呢?就是有时候见到当做的海鲜 那类我们就会趁它便宜, 买一些先 但当然不要买太多, 始终冰箱又放不太多食物 买一点, 或者有时候留回过节 或者有些喜庆日子又是煮 又或者有时自己又想做一下的时候 便随时在冰箱拿出来 好了, 面前这个花竹虾 就是我早前见到当做的时间 是一份在街市买的花竹虾 一次过我就买多了一点 然后我就分了两份 有一份就是新鲜吃了 另一份就是现在面前 一份我就放在冰箱冰了 好, 现在我就打算做这个 嗯, 是什么来的呢? 茄汁虾, 是不是? OK, 好了, 很简单的 挑肠吧, 我们买回来 你当我现在这个就是新鲜 或者我现在好像冰鲜了 现在放了雪藏 然后先挑肠 挑肠就麻烦大家看回我之前 有些做虾的片段 好, 怎么挑了 用牙签跟在截之间 就挑一些屎屎腸出来 有时候记住 有些可能是一些 什么来的呢? 它的膏 因为有时候那些虾很大 那些膏呢 在这里都不顶 所以挑的时候可能要挑深一点 这样就不要挑走那些膏 要不然那些膏都没得吃 好, 接着呢 我们怎么处理这些虾呢 一般来说 我会剪在前面 看这个尖的角 因为这个很利 还有呢 我会剪在眼睛和嘴的位置 还有些虾酥 有些脂肠 有些脚子 有些粥 还有些脚子 有些粥 反正你都不会说好吃 很多这些位置 所以我都会剪掉它 这样 这样 这只虾就处理好了 這隻蝦已經完成, 買蝦回來後還是這樣處理就最好了 因為剛才我已經把所有蝦腸都挑好 所以沒有蝦腸的部分已經處理了 稍後我們做下一個步驟 我這個茄汁大蝦腿主要是有茄汁酸酸的味道 所以我放了茄汁 然後我用了這個 看不看得到呢 這個醋 Bosamico Venega 其實應該是 Bosamico Venega 就是這樣 好 我這個茄汁大蝦腿主要是有茄汁 還有酸酸的味道 我家裏拿了這�Bosamico Venega 用了 這裡大概有 茄汁有45g 因為我本身這個醋 酸酸甜甜的 所以我放了一個大蔥匙 先攪拌均勻 先攪拌均勻 因為做這個大蝦腿 這個醋 我們一定要預早預備 要不然待會 攪拌均勻後 才做醋醬 就會滷了一些 現在我兩隻東西 咕嚕咕嚕 因為晚飯時間到了 然後呢 我呢 就放了 1個茶匙的糖 拌勻 先攪拌 因為要帶點甜味 是不是 好 接著呢 我又再放一些 鹽 鹽 鹽呢 都是大概呢 因為我用海鹽 卡住了 咳咳咳咳咳咳 在這邊倒 這邊的口大一點 不要放那麼多 嘩太多了 太多了 那我先放多一點 因為我半個茶匙的鹽 鹽已經夠了 太多了 唯有一點鹽 鹽在另一個地方 所以有時候倒 調味料來的時候 一早就用個 盛一盛 要不然一倒下去 太多了 你就翻轉 整個料 汁醬 給我 攪拌均勻了 OK 這匙羹 有很多糖 黏著 按下去 好 搞定 好了 事關蝦 一定要瀝乾水 不然我們現在開始泡油 就會很厲害 油、水、彈到一地都是 好 現在開始泡油 因為我冷洗多一隻鍋 而我泡油 我喜歡用一些 我自己叫做公仔麵刀 用不鏽鋼的 我現在先燒熱油 因為待會開始泡油 所以先把材料和汁醬 預備好 剛才茄汁 預備了 還有 蒜蓉 薑蓉 還有紅椒 這些 還有蔥 都要預備好 好了 首先 燒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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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 燒熱油 才可以 才可以 泡油 和蝦 好了 你看到有些紋出來了 看看 溫度都還未夠 就不要拿蝦去泡油 要不然 蝦泡油起來 就不漂亮了 另外 我們最好 就預備一些吸油脂 我呢 就先拿一些吸油脂 因為泡完油 蝦都很油 油膩 很油膩 我預備一級油脂 待會用 對吧 有時候 廚房的食材 要預備一早買定 好了 現在看形勢 有個泡泡上來了 你看到的油 很快 筷子的反應 就上來了 記得 現在的油溫很高 不要看它的油靜止不動 其實是很高溫的 好了 我們呢 炸炸聲 很快 我們就放些蝦 進去泡油 有時候呢 朋友仔 他會把蝦 切開一半 這樣去做這個鬆 因為蝦大隻嘛 就切開一半 又或者很多人 很多親戚朋友來吃飯 那就不夠分 又或者是吧 所以呢 他可能會切開一半 但因為我今天 都不是說很多人 所以呢 我就不需要切開一半 小心鑊 現在 好 在這個時間呢 我現在去泡泡油 先 看到蝦呢 泡到 紅色了 絲紅色絲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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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 待會兒就把蝦拿出來 好 因為呢 我不想一次過放這麼多隻蝦 慢慢泡 又不用弄到一屋都是油煙 我可以泡它先 好 小心點 慢慢泡油 泡泡聲 等一下我會開 那個泡油煙機 就會很吵 泡泡聲 變成了 泡油這個部分 我先做到這裡 泡好後 就拿起來停油 就是這樣 OK 很漂亮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泡油了 OK 看看蝦已經泡好油了 現在我先去泡油 現在我先去泡油 先去泡油 這樣就完成了 好了 現在我用回剛才的蝦油 泡油的蝦油 先去鑊 因為泡油之後的油 我都很少會再用回 那我下蒜蓉和薑蓉 我就全部放進去 先炒一炒它 我想它惹味一點 所以我先炒一炒它 現在這炒它 現在這個炒好了 現在這個炒好了 然後呢 就沾了蝦 再放進去 還有醬汁 剛剛的醬汁 我先拌了蝦 還有醬汁 放入鸡肉 大手都均匀 炒至干身 有葱和胡椒 放葱和胡椒 炒至葱 炒到草青味 把所有酱汁 炒至虾身 完成 很简单 这个菜很香 如果大家有兴趣做 也试下做 这个菜 这个菜 尽快拌匀 就可以上碟 OK 这个菜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上碟 可以吃了 如果大家有去做 也试下做茄汁大虾 多谢大家 拜拜 给大家看 可以用来做茄汁带 没有 没有 在这边 今天 有些菜 可以用来做茄汁带 再做茄汁带 这个菜 那 我可以去做茄汁带